好,大家好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93年指考第9题,那我们先听一下Bette老师的英文发音。 The major theme in the A, forthcoming, B, expensive, C, brilliant, or D, ambitious issue of the best-selling monthly magazine will be love and peace. 好,这题的话,其实算是所有考题里面比较特别一点,因为他这题考题,他跟时代有点关联,对,他说的major theme in the,这边要填一个形容词,issue of the best-selling monthly magazine,will be,的重点是这个will be,接下来,对,那这代表还没有发生,那只是说,啊,他现在很确定的,所以他知道,啊,接下来下一个主题是什么, OK,好,那所以我这个形容词的话是要跟这个will be有对应到的,那这个形容词我们可以填什么,你看这个A,forcecoming,即将来临的,对,那只有这个才会对应到这个will be,那这代表说,啊,即将来临的这一期的主题会是什么,love and peace,OK,好,那所以我们答案就是选A,那你看其他的话,Expensive,就是昂贵, 那brilliant,就是怎样,非常卓越的,那dambitious,就是非常有野心的,那这是不是,啊,跟这里都没有关系,为什么,因为他没有讲到跟钱有关嘛,那他也没有讲到说,啊,非常非常特别,啊,非常非常卓越,那d的话,这个ambitious,非常有野心,那这里是不是完全都没有扯到,那就只有这个a,那他比较特别是说,他意义线索是这个动词的形态,OK,好,那今天 分享就到这里为止,谢谢大家